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离子橄榄球队的联合队长纳塔沙亨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她希望见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并表示对阿戴尔的敬佩 她还表示有兴趣参加50名人 但承认在其挑战上会有困难 其次随助反应情绪在加拿大的增加 许多南亚新移民特别是国际学生 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仇恨言论和歧视性评论 温莎南亚中心设立了一个反仇恨青年集体 为学生提供分享经历和相互支持的空间 最后美国和动力航母西奥多罗斯福号抵达韩国 参加与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事演习 显示对抗北韩和威胁的决心 这次演习旨在提高三国在各个作战领域的联合应对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戴利不安法翻财前 那塔萨汉在橄榄球运动中已经站稳了十多年 她是英格兰2014年橄榄球世界杯冠军队的议员 还参加了两次奥运会 她在俱乐部层面也表现出色 是格洛斯特哈特普里的核心球员 并将在周六的英超女子橄榄球决赛中 与布里斯托尔雄队争夺连贯 她谈到了食物、家庭和最喜欢的假期 她表示最想见的人是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 认为她是绝对的若无大意 她形容自己是富有同情心、体贴且快乐的人 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 她会选择瞬间移动 因为她旅行频繁 常常希望能瞬间到达另一个地方 她最珍贵的财产是她的侄子和橘子和子女 她最喜欢的假期 是几年前女周一Ocraft一起去巴厘岛 觉得那次旅行非常精彩 西北西北西 国际学生Miran Kadri去年从印度古吉拉特邦 搬到加拿大温沙市时 心中充满了担忧 尤其是关于她在新国家的接受程度 即使在印度 她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反应评论 随着针对南亚社区的仇恨犯罪稳步增加 种族主义成为南亚文化中必有不谈的话题 但现在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Kadri表示 这些评论让她感到压力 因为她们已经有很多事情要担心 比如考试和毕业后的工作 Gagami Tower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她表示 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 改变了她的日常生活方式 温沙南亚中心的一个项目 为来自种族化社区的学生 提供分享经验和互相支持的空间 尽管如此 许多人仍然不愿意举报这些仇恨言行 原因包括对警察的不信任 语言障碍 和害怕失去移民身份 加拿大在打击外国干涉方面的失败 可以追溯到1981年 当时加拿大和美国在使用安全情报 进行执法方面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美国加强了情报和执法的合作 而加拿大则削弱了这种合作 这种分歧至今仍在影响加拿大 并在最近的沃泰华丑文中 显现出来 尽管加拿大不会通过了一项 新的外国干涉法案 但这并没有解决情报转化为证据的问题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 O.Dokak和Richard Fadden都认为 尽管新法案可能有用 但在刑事起诉中 仍会遇到宪法挑战 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 仍然存在重大障碍 导致许多国家安全 安逸在法庭上成功起诉 关于加拿大税改的讨论 引发了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 提高资本利得税率 不会导致医生大量离开加拿大 也不会影响医学院学生的申请数量 尽管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和保守党领袖皮埃尔 波利耶夫的言论都有些夸张 但现实是 每次税收增加时 受影响的人都会大喊天要他了 但生活总会继续 医生们可以通过设立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和支付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来获得更好的退休保障 而不是依赖公司税来投资退休金 然而一些医生的薪酬确实不公平 这应该由各省来解决 另一方面 右派政治家承诺的税改通常意味着 要么是对工人阶级的小幅减税 导致社会项目的削减 要么是对富人的大幅减税 结果同样是削减社会项目 多伦多星报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 彼答韩国 显示对核武装的朝鲜的强硬姿态 这次三方演习旨在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 韩国海军表示 罗斯福号的到来展示了盟友的强大防御姿态 和对朝鲜威胁的坚决回应 此次访问是在另一艘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 访问韩国七个月后进行的 面对日裔严重的朝鲜威胁 美国、韩国和日本扩大了联合训练 并增加了美国战略军事资产 在该地区的可见度 美国和韩国还在更新其核威射战部 还在更新其核威射战略 首尔希望得到更强有力的保证 即华盛顿会迅速果断地使用其核能力 来保卫盟友免受朝鲜核攻击 独立吧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至少53人因饮用非法酿造的酒而死亡 20人处于危急状态 当地政府表示 至少有164人因饮用非法酒而生病 但当地人怀疑实际数字更高 因为邻近村庄的死亡人数没有报告 医生和救护车已经被部署到该地区 受害者在医院治疗 警方逮捕了4名嫌疑人 并查获了200升非法酒 据调查人员称 酿酒者在混合物中使用了甲醇 首席部长MK斯大林区言 对责任人采取严厉行动 并表示政府将照顾失去父母的儿童 提供教育支柱而额外津贴 此事件再次凸显了 印度非法酒类销售的严重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禁止酒类销售的州 以及贫困人口 无法负担正规品牌的情况下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游泳明星何时辈 在鲁马的Satkoly Trophy比赛中 以1分55.35秒的成绩 轻松赢到200米自由泳冠军 并宣布这是他在巴黎奥运会前的 最后一场比赛 虽然他的成绩比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获得银牌时的个人最佳成绩 1分53 92秒慢了近1.5秒 但他仍然以绝对优势胜出 加拿大的玛丽索菲阿维以1分56 38秒获得第二 英国的弗雷亚科尔伯特 以1分56.58秒获得第三 何时辈在比赛开始时排在第三位 但在第一个转弯后迅速领先 并最终不惯 他表示 这是我在奥运会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现在的训练非常辛苦 但我希望接下来会轻松一些 尽管何时辈本赛季在200米自由泳军中 排名世界第四 但他需要在巴黎奥运会上更快才能争夺奖牌 悉尼《乘风报》报道 一套位于发赫时的三居是老旧公寓 已惊人的291 5万澳元射出尽管这套公寓有48级台阶 和每个房间不同的墙子 但仍吸引了14位买家竞标 在多次50000澳元的竞价后 最终由00澳元的竞价后 最终有一对来自东郊的缩小居住面积的丰富 成功竞得 麦格拉斯双弯分布的Crate Party表示 这个价格远超预期 令人惊讶 类似的公寓在三个月前以180万澳元售出 他认为充裕的资金和优质房内的短缺 使得这套公寓达到了如此高的价格 与此同时 Marsman的一套两居室公寓也以145.5万澳元售出 远超预期Alexandria的一套三居室房产 以311万澳元售出 超过了240万澳元的指导价 南华早报报道道道 泰国总理赛塔塔维辛在他的首次电视讲话中 推荐了将赌场合法化和建设核电站的计划 以遏制非法赌博和降低电费 赛塔表示赌场将使赌博业务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而核电站则引起较低的发电成本 有助于缓解公众对高电费的不满 他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地下赌博是一个严重问题 应该通过合法化来解决 泰国众议院多数成员在3月支持了 一项由议员小组提出的研究 建议在大型娱乐场所内设立合法赌场 以设立合法赌场以吸引高消费游客 预计这些综合娱乐设施 在运营的第一年将产生121泰铢约合3 2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泰国财政部计划在3到4周内 向内阁提交一项法案 寻求使赌博场所合法化 尽管大多数形式的赌博在泰国是非法的 但设立赌场将符合其最近未恢复 旅游业而采取的更自由的政策 南华早报道称 香港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 从两个半球购买流感疫苗 以应对可能全年持续的流感季节 账府健康顾问许述昌教授表示 疫情前香港的流感高峰期 主要集中在1月到3月和7月到9月 但由于疫情期间人们普遍戴口罩 流感爆发的可能性降低 然而自2023年3月口罩令取消后 H1N1和H3N2流感病毒的小规模爆发不断出现 许教授建议如果香港的流感模式持续全年 可能需要像新加坡一样购买北半球和南半球和南半球的疫苗 以更好的匹配不同时间段的流感病毒 大爱强调 百度和老年人是高风险群体 呼吁公众尽早接种疫苗 BBC报道 泰晤士和古江首次举办英国的艾提人接力赛 这是一种受欢迎的日本长距离接力赛 比赛将于6月24日从牛津出发 沿着泰晤士和铺道到达温沙 全程76英里约1-2公里参赛队伍包括牛津大学在内 共有19支队伍 每队10名选手将佩戴传统的日本腰带而非接力棒 比赛的组织者安娜丁丽表示 这次活动是展示团队合作精神的独特机会 日本天皇和皇后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比赛路线将经过包括阿宾登和梅登黑德在内的多个城镇 最终在温沙城堡附近结束 比赛旨在加长英日两国的文化和人民之间的联系 并将部分比赛收益用于支持英国的体育慈善事业 和能登半岛的重建工作 南华早报报答香港新界北部部分地区 周六下午的气温已攀升至34度以上 天气预报员连续第二天发布了酷热警告 大布上水和达古岭的气温分别达到了34、34、5和34.1度 香港天文台暂时由于负热带高压的影响 广东今明两天将持续酷热和晴朗 但预计下周中期将有雨天 毛公署也在上午11点半发布了工作热音力警告 提醒户外工作者在高温下要定时休息 与此同时 低压槽将在下周出自中期为南中国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广东沿岸将有雷暴和更多降雨 南华早报报导 印尼在争取半导体投资方面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为缺乏发展先进芯片制造设施的明确战略 随着美中科技战争的加剧 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担忧 推动了东南亚各国争夺高端芯片制造地点的竞争 印尼协调经济部长埃尔兰娇 哈塔托指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利用环境和社会问题 来破坏印尼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努力 并表示印尼需要努力重新获得失去的投资 尽管印尼拥有丰富的细资源 但由于缺乏生产半导体的经验和财政资源 印尼可能难以吸引投资 相比之下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半导体行业的基础设施 和人力资源方面更具优势 这使得印尼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南华早报报道 传统中国信仰认为 人死后会继续在来世生活 这个世界与现实相似 包括金钱 住房 甚至婚姻 为死者安排婚姻的习俗被称为民婚 民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已有300年的历史 这种习俗主要在中国北方省份 如山西 山东和河北流行 通常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已订婚或已婚的死者 另一种是生前未订婚的死者 民婚市场也催生了专门的媒人服务 价格从1990年代的5000元 上涨到2016年的至少15万元 尽管中国政府对此任事件进行了打击 但仍有一些恶性案件发生 如2016年甘肃一名男子 谋杀两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 并出售他们的尸体以进行民婚 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埃里克·史密斯将军表示 美国在日本冲绳新设立的部队 旨在对抗中国侵略 以保护日本和其他地缘政治敏感地区 这次名为海军陆战队 沿海团NMLR的新单位 旨在遭受攻击时迅速防卫偏远导臾 并能够使用移动导弹电池对敌方舰船进行长距离打击 史密斯强调 这次部队的目的是保护日本本土 及菲律宾和韩国 美国还计划在几年内在关岛设立另一支MLR部队 并将从12月开始将部分驻冲者的海军陆战队员转移到关岛 这些措施旨在扩展战斗空间 保护从日本到菲律宾和夏威夷的战略通信线路 以应对中国在东海的挑衅行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布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多用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prefile 康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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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